中国女兰对阵波罗黎各 这个比赛是中国女兰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第四场比赛 这场球如果赢球的话 咱们也将是锁定这个出现资格的 我们看到李梦还一直在练三分球 其他队员都还在拉伸 李梦一个人在场边练了三分球 李梦也是中国女兰现在绝对的核心了 咱们这个小组也就是A组 现在美国女兰在早些时候又赢了一场球 大胜韩国七十多分 美国女兰现在是四连胜 他们昨天已经是提前锁定这个小组出现资格 然后咱们跟比利时 咱们暂时是第二比利时第三 然后每个小组前四名是能够锁定这个出现资格 后边就是韩国波黑 以及这个波多雷各争夺另一个出现名额了 但是目前看来这个波黑基本上是出不了线了 他们是一场没赢 然后韩国和波多雷各都赢了一场球 就是赢了波黑 所以说最终应该就是韩国队和波多雷各争夺一张出现的门票 中国女兰的比赛也将会在下午的三点半正式开启 然后比赛的所有的视频我都会分享出来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李孟赛前也是特殊待遇 一直在练三分球 现在我们看到波多雷各女兰暂时也都是回了更衣室了 中国女兰也还在场面做着最后的备战 突然也是有差异化 李孟一个人在场面练 其他人在拉伸 也是希望中国女兰今天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当然我们和波多雷各两队来讲的话 实力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们跟波多雷各在东京奥运会是有过一次交锋 当时中国女兰是赢了42分 所以说应该还是这场比赛打起来应该会比较轻松的